買3C科技不會用 有問題怎麼辦 曾是台灣前衛知名學者 現任師大教授的林芳梅 這兩天在網路上引發了論戰 只因為他二十多年前 買了一部BOSS的CD Player 壞掉了 他現在換了一台 同品牌的藍牙音響 但是操作上有問題問了店員 引發了爭議 其實剛買教授都還能使用 但幾天後 錄的音樂檔無法啟動 他去BOSS別家分店說明狀況 店員卻只單純幫他測音響說 都沒問題 而教授再追問 店員回 音樂APP很多 他們無法知道這麼多APP 甚至還說 品牌的客群是40歲以下 一篇文章湧入大量網友留言批評 最後教授刪文沒有回應 當然也有人讚瞎 認為店家服務態度差 對產品用法不明白 解釋說明本是應該 我覺得店員他應該 因為現在所有的家電 都有可能跟手機做連結 他們應該也要在這一方面 去提供給客戶比較好的服務 這樣子 好的印象 對 這個其實都有加分的 可能買之前 自己也要做一點功課 那如果店員沒辦法解決 那可能可以問問身邊的朋友 那媽媽可能會問 對 但是通常長輩 如果來問就會不太想回答 那到底多數3C科技業者怎麼做 其實別光是說連藍牙音響 現在的手機功能非常多 像是你要投影到電視上面 連結到投影機上 或是跟你的平板連結 還有連上你的智慧手錶 很多的功能 別說是長輩 連年輕人都不太會用 所以像是三大電信 或三星這樣的業者 他們幾乎都會有一個 顧客服務專區 他們這個收穫也非常厲害 全部把我們就全部搞定 因為我事先有問他說 我有很多資料轉移 有沒有辦法說 No problem 前一天採訪 今天來買 就是因為當時問幾個問題 店員服務100分 額外服務 年輕一輩 長一輩 看法不同 沒對錯 很像的 也不能在座椅